進來啊 因為瞿導演她是有看《醉生夢寺》 我在裡面是演一個大姐大 很有霸氣的一個女生 所以她覺得說 我滿適合演這個角色 就找我來跟龍哥配 飾演大家族裡 精明能幹的二嬸銀秀 真實人生中 她是一名紅包廠自身歌手 穿著性感華麗的秀服 在舞台上緊隔熱舞 觀眾一包包的紅包 不斷往台上送 看得出來她有獨受歡迎 在紅包廠度過三十多年的 青春歲月 金子嫣 從不隱瞞自己在這裡工作 我當初來到從演藝圈 來到紅包廠 因為那時候我們家庭 繁錢真的是很不好 金子嫣出生農民家庭 從小家境貧困 爸媽靠著打零工 拉拔她和四個姐妹 那我們家是有一餐每一餐的 還記得有一次我下了課回家 然後就飯鍋一裡飯起來 就剛好我還就是一碗飯 我就剛好要張口要吃 所以我們家三妹 我是老二 她說二姐 那一碗飯是全家的晚餐 你吃了 大家就沒有了 那晚餐 你知道那種感覺 很飢餓的感覺 那你以後這碗飯又不能 不能吃是全家的晚飯 要熬成稀飯 就丟下去 那個感覺到現在 我感受好神 困苦環境 培養出金子嫣 早熟懂事的個性 在家排行老二的她 不忍心看到爸媽這麼辛苦 我小就出來打工 分擔佳計 我記得我在讀小學的時候 我媽媽就會種菜 然後種菜之後 就綁著一把一把的 然後就一把是幾塊錢幾塊錢 然後我就跟姐姐 在上課上小學之前 就要先把那些菜賣完以後 再去上課 下了課就去工廠那邊做 然後幫助家裡 賺一點錢這樣子 十四歲那年 金子嫣在前國大代表 也是電視台編劇 王靜芝的介紹下 以一名向雲闖蕩演藝圈 但接了幾部戲之後 她發現光靠演戲 無法改善家裡的經濟 只好到歌廳代班唱歌 沒想到 就我去那邊 什麼歌也不會唱 那時候點個一大堆 好像是燃燒把火鳥什麼 冬天裡的一把火 所有歌我都不會唱 然後老師問我KID 我為什麼知道 就是這個唱 因為我根本完全不懂那些東西 就這樣唱完以後 我也不知道怎麼下台 我的歌就無淵不全 然後樂隊也跟不上 回想起第一次登台的情景 金子嫣覺得好久 為了雪恥 當時的歌唱老師介紹她 去紅包廠練唱 就到紅包廠以後 我發現有紅包耶 然後拿到那時候最少 紅包是兩百塊 市民過七十幾年 兩百塊對我們家來講 可能可以買一個禮拜的菜錢 但金子嫣很快就發現 拍戲唱歌難以兼顧 最終以賺錢養家為優先 靠著豐富的肢體語言 與華麗造型 金子嫣迅速成為紅包廠紅拍 卻惹來同事眼紅 有一段時間我的衣服 五場穿得是好好的 等我去吃了飯回來的時候 我那個衣服就被破壞了 那裡面可能漆袍嘛 就被拉到這邊來了 你怎麼穿 沒辦法穿啊 那明天這件衣服 因為我們裡面都有內襯嘛 他就把內襯拿了一個掉 這個透明的你也沒辦法穿 說著說著 金子嫣拿出了一個夾鏈袋 因為我都自己打理我的頭髮 就用那個平板夾這樣 把頭髮夾平 我就從這邊先夾 一夾了以後要輸開 欸 卡住了 我剛開始我還認為是 我那個壞掉了 後來旁邊有個個性 不是喔 那個是口香糖喔 我想 誰要害我 就這一錯 我永遠把他留著 二十多年來 金子嫣都把他帶在身邊 實施警惕自己 但在他的內心深處 還有一道二十歲那年 被劃下的悲痛傷疤 那時候剛到紅包廠不久的時候 就有一次是一個新加坡的人 他是說 他是 因為應該是外國人啦 結果他有一天就請我去 唱完歌他就請我去吃東西啊 唱歌啊那些 然後後來就找我 就一直叫我喝一杯飲料 而不過男子的要求 金子嫣只好把那杯飲料喝下 喝了那杯飲料之後 我知道 我知道什麼事情 可是我四肢都無力 他們就藏不到我了 他的大概是他的住所吧 然後就 就傷害了我 傷害了我之後 然後也很不幸的 我就一次就中獎 超過三十年了 心靈的傷人一密作痛 更何況當時還只是少女的他 真的是慌了亂了 無法對家人歧視 我那個心裡頭是想把我再割藥 我就經歷在舞台上 一直蹦一直跳 因為我是蹦蹦蹦跳跳 我使勁地跳 怎麼跳 那個小孩子就是 就是扒在我身上 他不願意離開我 後來實在沒辦法 我就告訴我的朋友 他就帶我去一個婦產科 就把他拿掉 然後當我拿掉 我醒過來的時候 整個手術把那個 上面都是血 我扼殺了一個生命 寒淚訴說 無法從腦海中 我去的血淋淋那一刻 他選擇勇敢站出來 揭開呈痛記憶 有很多 當中步入社會 比較天真的一些女孩子 不知道這個厲害性 所以因為我的出面 能幫助他們有這種遏止 就是有預防性的話 減少一個就是一個 健康 因為